大家好,我是阿力 最近我有个朋友说他想买房 他可是一个纯刚须 但是他挑来挑去都没挑到满意的楼盘 地段好的噪音大 安静的地段住着可能又不方便 户型好的开发商没名气 有名气的又太贵 实在是太纠结了 所以来问我到底选哪个好呢 其实在买房的时候 像这种挑来挑去挑花了眼的朋友 其实还不少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到底刚须的朋友怎么来挑这个房子 首先咱们必须先接受一个现实 就在咱们刚须朋友一些有限的预算下 是很难说买到一个非常实权实面的房子的 你必须明确什么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优先先满足你最重要的需求 有余力再考虑其他的 对于我刚须朋友来说 买房子又是用来住的 所以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居住起来 是不是方便是不是舒适 对吧 所以首先要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上班的时间和成本 最好选择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 那其次呢 就是这个孩子上学啊 看病啊 买东西啊 就像日常的这些生活的需求 是不是方便 建议大家选择一个配到相对成熟的一些区域 那这些大方向看好之后呢 再选择一个户型没有硬伤 品质能接受的房子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自住的条件合适了 接下来才去考虑这个房产的升值的潜力 什么样的房子有升值潜力呢 要么以后能卖得上价 要么是现在能少花点钱 在卖得上价这方面呢 就是要考虑一下咱们刚才说的啊 交通便利啊 配套好呀 品质还不错呀 而现在少花点钱这方面就要注意一下了 新房里面啊 往往有一些这个溢价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金庄修啊 什么景观区啊 楼王啊 楼后啊等等 那这些优势啊 在你购买新房的时候呢 都能把这个价格拉高 但是以后啊 到了这个二手房市场呢 这样的房子就不再有特别的这个优势了 和其他的普通房子可能都是一个价 所以说啊 在挑选刚需房的时候 这一类的优势其实是可以放一放的